Hello大家好 我是Master Joe 我们今天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飞机 就是AV-8 Harrier这个钥匙战斗机 好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也是1比18的比例 那么非常适合GI Joe进行收藏 这个飞机的长度的话是82厘米 宽的话是51厘米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 也是非常真实具有细节的载具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跟空霸的大小比例 好 那这个飞机的话在我同年的时候 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我最喜欢的飞机没有之一 因为当时的话我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这个94年施瓦辛格主演的 这个真实的谎言出外 那么在这个电影里的话 我们这个施瓦辛格的话 是扮演这个Harry一个特工一个卧底 那么他在最后的时候 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开了一个海军战斗的飞机 就是一个钥匙战斗机 在一个高楼的高空原地停住 然后用这个加工人枪进行一个射击 消灭恐怖分子 然后的话又跟这个恐怖的老大的话 进行一番缠斗 那么最后的话 是把一个老大通过一个导弹 就是这个A9 就是这个sidewriter导弹 把它发射出去 那么这个是一个 非常印象深刻的电影 也是经过多年之后的话 人家会反复观看 那么另外的话 我自己又是一个合金装备迷 就是Metal Gear Solid 我们说在这个第二部 就是这个自由支子里面 那么就有一个小的爆子弹 就是这个Solid Snake 来对这个Snake 它的话是这个架子 这个钥匙战斗机 这是一个非常酷的出场 好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 我们知道它本身的话 是一个英国的设计 那么美国的话 是把它进口过来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 是一个叫做喷气式战斗机 那么设计的初衷的话 就是即使机场被炸和 也可以照常起飞 那么它的话 是一个亚音速的一个飞机 那么缺点的话 就是航程短 载弹量少 好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 一共是有四个款式的 分为两个代别 那么第一个代别的话 是有两款 叫做Hawker Sidley Harrier 叫做这个霍克西泽利钥匙战斗机 那么第二个叫做 英国宇航海耀战斗机 就是一个British Aerospace Sea Harrier 那么这款的话 是这个药战斗机的 一个初代的海军型号 那么第二代的话 是这个卖到AV-8A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个战斗机 那么是美国引进的 这个二代战斗机 好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英国宇航钥匙 二代战斗机 一共分为两代和四个款式 好 我们今天这个飞机的话 它的这个最大的速度是0.89马克 相当于这个每小时 1090公里 最大升限的话 是16000 你觉得航程的话 是2200公里 造价的话 是2370万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酷的飞机 那么它的话 上面也配有这个小美舌导弹 AIM-I-Sightwider 待会我们会介绍 那么还有的话 就是这个Retorvation棒 就是一个原石炸弹 待会我们来看 好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 真的是非常喜欢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载具 也是非常的压手 好 那么长度的话 是这个82厘米 宽度的话 是这个51厘米 好 那么这个舱盖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里边的话 是这个驾驶人员 可以待在这个位置 那么是具备了细节 但是舱盖的话 其实是不能够打开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出厂的时候的话 是把这个地方的话 已经粘死了 但是一有的这个米友的话 是用这个小磕兜 把这个地方是把它拉开 然后把这个盖给它打开 这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飞机的造型的话 非常像是一个大鲨鱼的形态 那么可以在这个高空的话 进行一个飞翔 然后进行一个武器的射击 好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 它是配合有两个武器制式 那么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带我们来看细节 那么这个白色的话 叫做这个M9 那么这个的话 叫做这个响尾蛇导弹 我们的这个响尾蛇导弹的话 咱们前面在介绍空霸的时候的话 是已经提到过了 那么这款的话 也是一个红外线制导的导弹 是由这个海军开发 那么是一个短程的空对空的导弹 好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有一个绿色的 叫做这个延迟导弹 叫做Retardation Bomb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好的 然后的话 就是在这个底部 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的话 并不是导弹 这个叫做这个Drop Tank 就是这个可抛弃式的油箱 那么当进行一个高速前进的时候 是可以把它抛弃下来的 好 那么整个的涂装的话 是我非常的喜欢 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涂装 上面写的这个 翅膀上写的Marine 就是这个海军陆战队 我们说美国的话 是我这个四大军种 分为这个陆军空军海军 那么海军战的话 它是一个三期作战 这么一个兵种 好 那么在尾棋部 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叫做Avenger 我们说这个Avenger的话 就是这个复仇者 没错 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 来看一下 好 真的是非常的沉啊 我们先把它放到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打开之后的话 再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飞机的这个引擎的细节 这是一个银色的涂装 非常的酷 好了 我们从前方的话 来看一下 这个飞机的涡轮引擎部分 好的 那么前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 是这个可以进行一个进气孔 那么在里边的话 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的 我们可以看到 好的 然后的话 前方的话 是有很多小的细节在这里 好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加油所用的一个油管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把它这样拿起来 可以把它放到这里 进一个很好的收纳 好的 我们再来看这一边 好 那么在这个翅膀的这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的 是跟这个真实飞机的话 是一样的 那么包括在末尾的这个尾翼的话 也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还有这一个小个部分 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好 那么在末尾的话 是有一个尾灯在这里 这个tail light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只要把它这个开关打开的话 就可以把它点亮 好 那么这一个尾灯在末尾部分 好的 我们把它翻过来 看一下这个底下 是上一个什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酷的 这么一个飞机 那么底部的话 就是有起舵架和武装到牙齿的这么一个装备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减速板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可以看到 好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喷气室了 喷气室是可以进行一个活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喷气口 那么当它转向下方的时候的话 是可以使飞机的话 有一个垂直起降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就是这个地方 好的 然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导弹的细节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这样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导弹的细节 导弹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小揪的话 装在这个上面 但一旦放在上面 其实是比较难把它揪下来的 尤其是冬天 如果硬揪的话 确实会受到损害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枚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响尾车side wider导弹 那么这是一个红外线制导 这是一个空给空的导弹 那么这边的话 叫做延迟导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小的可以打开的 这么一个类似叫伞的 这么一个构造 那么它发出去之后 它是会进行一个减速 那么说叫做延迟炸弹 那么这个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oil tank 是可以抛弃式的油箱 好 那么它的轮胎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一个液压减震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好的 那么是跟真实的飞机的话 是一样的 这是有一个液压的在这里 好那么在翅膀的这个轮胎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给它放平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一个收纳 好的 那么在飞行的时候 它的这个起落架的话 是一个这样的形式的话 是进行一个起飞的 好的 我们再把它给它放下来 好 那这我们今天的测评 那这个玩具的话 是Merry公司所出的 1比18比例的这个钥匙战斗机 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引进 自英国的这么一个喷气式 垂直起降的战斗机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的话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看这个真实的缓言的这部电影 值得去再次刷一遍这个电影 好的 那么这我们今天的测评 我给大家喜欢的话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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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行一个玩具的交流 那么可以在屏幕区的话 写下我们对这款飞机的看法 以及大家是否喜欢 好的 那再给大家看到的收看 那么大家对我的鼓励的话 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我们的目标的话 是争取做足100期特刊节目 都是关于这个1比18比例 或者是跟这个Gi周相关的一些小玩具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